声明不是洗白不是洗白似的 就是白百合 如果提到白百合 除了一只坛 你一定会想到 他们爱谁谁都别惹老娘 嚣张巴虎的表情 说不是漂亮 但是就走感觉 他身上或者他周围 神采奕奕的 可能是幸运之光笼罩着 可是昨天白百合出席了一个活动 应该是一只坛事件后 最隆重的一次亮相 结果表情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的笑起来 也好像心事重重 无精修的GIF下 眼神咄咄闪闪闪 这感觉完全不像 我们理解中的白百合 他不应该是那种 爱谁谁 我还是我的性格吗 很显然完全不是 明明就是那种外表装着多强大 内心不堪一击的人 然后我们发现 好多明星经历了一些丑闻后 几乎都有这种变化 最明显的是赵薇 当年是活魄的小样子 再出现的时候 一下子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还有现在变化最大的假奶量 不只是形象 使整个人的气质全变了 一下子就灰了 暗了 然后我们又神奇的发现 假奶量简直换了一个人 可是这一年路透出来的李小璐 依然还是李小璐 更神奇的是被骂了 整整一次乍捐的杨历 因为抠除被骂的杨历 依然还是心里强大的他们 所以在娱乐圈 是不是都要有一种做错事的 依然死不要脸的精神 还有 那些我们感觉心里素质强大的艺人 也许真的是一个玻璃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